约旦格斗天才太嚣张 踢取中国名将魏宁辉之后 居然在擂台上扭屁股庆祝 并且狂言中国搏击不过如此 面对这位狂妄达人的嚣张挑衅 中国汉将孙志祥看不下去了 霸气迎战 势必要给对手一点颜色瞧瞧 2019年11月17日 昆仑爵擂台上 孙志祥迎来了和爱泽丁法汉的对决 爱泽丁法汉是一位实实在在的高手 职业战绩32战30场都获得了胜利 也就是说 在他的30多场职业比赛中 其获胜率高达惊人的90% 被誉为约旦的搏击鬼才 来到中国击败魏宁辉之后更加狂妄 认为中国搏击不过如此 根本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 孙志祥作为爱泽丁法汉的对手 其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他一打反应了 拳腿组合优秀著称 或许他不是最具天赋的拳手 但他绝对是训练中最刻苦的那一类狠人 也正是他在苦训中磨练出的技术与品质 让他在比赛中无往不利 在国内踢拳与量级拳手中 也有他的一席之地 查按点赞支持一下孙志祥 看看他是如何教训狂妄的爱泽丁法汉吧 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啊 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讲 你上场要打比赛啊 减重是最起码的 这是一个比赛的规定 对 那么法汉呢 在前段时间啊 也是击败了他们国内的重炮手魏宁辉 比赛铃声敲响之后 爱泽丁法汉显得十分的精挑 甚至都不进行防守 仿佛是在擂台上跳舞一般 而且他还是超重参加比赛 这一系列的骚操作 都在表明他没有把孙志祥放在眼里 不得不说十分的狂妄 面对狂妄的对手 孙志祥并没有被对手激怒 而是选择稳扎稳打 不断压迫对手的活动空间 将爱泽丁法汉逼到绳脚之后 框框就是两拳 打得十分的漂亮 好对腿 好压进去低扫踢 好几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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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志祥步步紧逼 但是孙志祥现在出动作 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犹豫 只是在压制对手 但是相应的输出没有做出来 因为我觉得法汉一直扣他保持一个距离 虽然他不防守 也是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爱泽丁法汉的战术目的也十分明确 就是想要顾忌重施 低扫腿乏术 企图用这一招终结孙志祥 但可惜这一次他踢到铁板了 孙志祥直接和他进行互换扫腿 爱泽丁法汉的腿也是被孙志祥踢中了 他只能通过灵活的步伐移动躲避孙志祥 接腿 不错放下的一瞬间全息组合 踢到伸脚 扫踢 可以看到孙志祥现在打得非常的放松 甚至一度都是面带微笑的 现在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 好压进去低扫踢 爱泽丁法汉的战术被压制了 他的腿法更加没有发挥的空间 只能是被孙志祥逼得不断后退 虽然偶尔能够打出几技扫踢 但是根本威胁不到孙志祥 场面上一度十分的狼狈 一直到回合结束 咱们再来看看精彩的比赛回放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之后 两人上来就是激烈的对攻 直接将比赛带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第二回合之后孙志祥整体的输出多了起来 后退小踢 法汉的拳法的迎击能力也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他手臂 臂展还是非常长的 这样很轻易就能够到对方 但是现在又被孙志祥逼到生脚 一套组合拳 撤出 随着比赛的深入 艾泽丁法汉局面越发的被动 当他退到生脚之后 孙志祥抓住机会跳起来飞心 将艾泽丁法汉堵在生脚疯狂输出 分拳的一瞬间孙志祥主动发弹 把他逼到场角 再次停歇 法汉的发型都流乱了 我觉得 对 这说明啊 法汉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毫无保留的 击负 当比赛进行到回合中段的时候 艾泽丁法汉已经完全没有进攻的欲望了 他彻底沦为了一个人肉把子 孙志祥砍腿 组合拳轮番上阵 打得艾泽丁法汉只能抱头防守 眼见时机成熟 孙志祥一个跳膝加摆拳 成功将艾泽丁法汉击倒了 裁判见状对齐进行独秒 真不愧是 新大军的高军军啊 让我们恭喜孙志祥 在裁判独八结束之后 艾泽丁法汉还痛苦地躺在地上起步来 裁判立马叫停了比赛 孙志祥以KO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狠狠地教训了不可一世的对手 一位中国名将为明辉成功复仇 咱们再来看一看比赛的回放 孙志祥这位在昆仑决赛场上 一直站在前辈身后的潮信心 也终于做了一次为前辈报仇的大战 孙志祥在未来 在这一刻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喜欢看格斗比赛的朋友 点个关注在走